台中山景Outlet 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人Gandas 據說台中山景Outlet 有11間美食餐廳 是全台獨家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挑選幾間 我個人看起來也覺得比較好吃的 幫大家試吃看看 後面就是台中山景Outlet的Food Court 我們現在就進去找我們要吃的東西吧 全台獨家喔 Let's go 好 今天是未睡 就是你想要做什麼事情卻沒有達成 就是要未睡 自殺未睡啊 還什麼 叫未睡的 就是你想要做什麼事情卻沒有達成 章魚燒 來吃看看喔 這個就是我們的 章魚燒 這個是和風高湯口味的 這個就是和風高湯 這樣160 就在夜市吃 15塊3合100 6顆 3合100啊 傻眼 是多好吃 大家知道為什麼這間叫做未睡嗎 因為每次開賣的時候就馬上賣光 所以品嘗未睡 今天就要得逞一下齁 今天就要得逞一下 和風高湯就是把這個章魚燒 放到他給的高湯裡面 然後吃看看齁 很特別耶 還不錯 跟我們一般夜市吃的不一樣 他沒有美乃滋也沒有柴魚片 但是加這個看起來很清淡很高湯 也有一番風味 不喜歡美乃滋的人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這個 我們第二間選的是 脆子海鮮丼 所以是全台獨家齁 這個比較沸屎 比較沸屎 但料我來講是這個料比較多 比起這兩個我比較適合 哦好啊那吃你推薦 好啊 吃這個 大家看到這道呢 就是店員跟我們推薦的 富山兵艦寶石洞 我海苔被你吃掉了 很多種的魚肉捏成一顆球 上面放一個肥肥的海膽 旁邊一些魚卵 哇沙比 生薑 兩片被偷吃過的海苔 好 然後配一碗湯 然後味噌湯 好開動 你要先吃哪一個 啊太被吃掉了 好把這球吃 好把這球吃 好髒耶 好髒耶 吃光光了 這是全台獨家的海鮮丼 很好吃 但是 我分不出來跟其他海鮮丼有什麼差別 所以 各位 各位這就是 銀座溝的雞白湯拉麵 據說連續兩年被選入米其林指南 看起來非常厲害喔 你去取這碗雞骨高湯拉麵的時候 會發現裡面的人員都是日本人 然後他們對於這個細節很注意 我看它有一個 就是這兩隻蘆筍是不是 它擺了十幾次才擺成交叉的樣子 所以一定要擺這個形狀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用心做出來的一碗料理 很濃的雞湯 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有喝到雞的味道嗎 有 有喝到白的味道嗎 米其林推薦的雞白湯嗎 看你現在有多雞白 哇 哇這個湯 這湯真的很屌欸 這湯很厲害欸 我要吃蜜蜜蜜 沒有喝過這種湯欸 好濃郁喔 你喝得到骨頭的香味 骨頭香味要怎麼講啊 就是骨頭的香味很難形容 目前喝到湯 我就覺得一定要來喝看看 然後再吃一下麵 我覺得一碗麵最重要的就是麵 這樣看起來很像 炒麵的那種麵 好像很普通喔 我吃看看喔 我們不是美食的頻道 所以我只能說好吃 再來我覺得一碗雞白麵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雞白肉 我平常吃一下就很喜歡吃雞白肉了 所以我要看看它的雞白肉好不好吃 欸它的肉很有彈性很juicy 不會剛剛踩踩的 因為有些雞白肉會卡牙縫 這個不會 很有彈性 我覺得是今天目前為止的第一名 欸我們去買那泡芙 算了 比這麼多人了吧 哇塞這超多人 BREAD POP PASS 喔那泡芙看起來好好吃喔 喔欸欸 排那麼遠 你看每人限夠六顆 我們現在吃完正餐再去吃甜點 有一家有全世界最好吃的提拉米蘇 走走看吧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在二樓 好了吃飽飯了啦 就要來吃一點甜點 他們號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提拉米蘇 那在我手上這個呢 是號稱全世界最好吃的 被吃過的提拉米蘇 我來吃看看 很厲害喔很厲害 上面很像優格 然後下面有蛋糕 蛋糕又不像蛋糕 口感有點像燕麥餅乾 好吃 我來幫他吃這個 先吃冰淇淋 這冰淇淋好像是紅茶 然後這個透明的 什麼凍什麼凍的 我都不喜歡吃 黑豆我也不喜歡吃 不喜歡吃 黑豆你喜歡吃 好你吃看看這個黑豆好不好吃 好吃喔 好我最喜歡吃黑豆 眼珠 最喜歡吃人類的眼珠 這個眼珠有點熬夜的感覺 有看到嗎 有點血絲 啊我也有 吃進去來 然後再來讓大家看一下齁 這個透明這種果凍的我都不喜歡 這個看感覺是水果 然後幫大家吃這個 這個紅豆 最喜歡吃這種紅豆泥 味道很像好吃的紅豆餅 紅豆餡 這是什麼 喔這是芋泥 芋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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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泥不甜 可能是剛剛吃完紅豆泥 太甜了 可是吃芋泥沒味道 再吃一口好吃的 好今天我們吃的以上四間餐廳 都是全台獨家的餐廳 總共有十一間 剩下七間餐廳 網上可以搜尋到 那如果有吃過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哪個是好吃的 那今天對我來講 第一名是那個雞白湯的拉麵 好那不管你喜不喜歡這支影片 都請按讚 分享 並訂閱 大人幹大事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